而持续关心圆明议题的林政府议员在首创的县政总质询中 则是针对了部落聚会所的兴建规划以及旗程进行了解 并对于凤林镇三星部落至藩鼠辽的花46线道路安全 以及193线23k、25k以及29k道路的改善 以及桥面的改建 呼吁县府能够有更具体的规划旗程 首次进行县政总质询的新科议员林政府 则是提出了多个议题 着重在于道路安全以及聚会所的兴建规划时程 与县府原住民行政处副处长进行总质询 本期在议会有看到这个PowerPoint的位置 看到我们的路真的是坎坷不坎 已经是凹陷了 我希望我们县府能够尽速的着手 让我们居民能够一个回到安全的国家的路 那收封到我们的三星 所谓的凤林 甚至于到我们的福光部 这段真的是 只要道路修复好的话 不管是农特产品 相对的一定可以产销出去 因为道路的好相对的 居民在搬运或是说 在一些问题在种植的时候也很安心 林政府也指出 岩辽渔港当地的渔民碍于场地的限制 进出港时常造成交罚的破损 他也再次的呼吁相关单位 能够在五月至六月份的期间 是否能够编列相关的预算以及政策 协助渔民清淤 避免交罚的破损 我们的岩辽真的是击杀 甚至我们的本身渔民都没有办法出海打鱼 又碰到我们四到六月的海季跟不一季 那本身渔民也在强调 是不是四到六月 是不是有请我们的农业处 观光渔业科 是不是用清一到四月到六月的时候 用什么方式来让这个渔港 让渔民能够安全的 甚至于出海打野 能够得到未来的经济的生计 那再加上封滨沿岸 我们那么优美的地方 我们新设小五一港 也是用同样的状况一样 那我希望我们相关的单位 能够尽速着手 让我们沿岸的渔民都有能够好的生计 记者凌杰 华林寺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见到